代表林維州委員 国会办公室主任杨文继 国民党立委林维州 争取提名选新竹县长 自己做民调办记者会 本人却缺席了 支持率杨文科是41.980 林维州是58.020 办公室主任代为开封 如果以政党对比 林维州拿到57%支持度 而已经获得党提名的杨文科 只有43% 如果以党内互比 杨文科更只有37% 林维州狂拿67% 综合总支持率 林维州以58% 大胜杨文科16个百分点 明明数字很漂亮 本人却神隐 原来林维州有苦衷 怕敌对阵营的政党 见风插身制造对立 被担心被开除党期吗 我们当然不希望是 这样而且这个也不合比例原则 民调大胜发言却变得保守 因为党早就提名杨文科 林维州却执意自制民调 加上上回还公开落泪 被霸凌还要说对不起吗 高调做法让新竹县党部 气得跳脚 扬言提安到党中央 将林维州开除党籍 不是一定非他不可 他这样搞下去 轻者痛仇者快 让我们很多党内的同志很伤心 我尊重各家的民调的结果 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主委摆明就站在杨文科那边 林维州就怕 现党部借题发挥 只能默默交出这份超悬殊民调 无奈国民党声明 没有更换候选人的问题 恐怕让林维州碰上软钉子 进退都两难 三小车召唤起研究小组 看不到